然後我把三個區域 我們分成三個區域 三個區域我把破完字寫出來 還有邊界條件,我再把它寫一次 我算是用G還是F 這是用G還是用F 我們有四個係數 我們邊界條件有兩個 這是我上次已經跟你超過 邊界條件也是連續 可為分就是第一次為分連續 這是連續,然後第一次為分連續 我們這邊有四個方向式 有幾個位置數? 有四個嗎? A, C, D 跟 F 四個位置數 那我現在問你們 我們現在有四個連續方向式 四個位置數 能不能把這四個係數解出來? 你們都學過先性代數 我們有四個連續方向式 有四個位置數 能不能把這係數解出來? 把位置數解出來? 一般的情形是可以的 但這地方不行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蛤? 沒有 虛數? 不是這原因 你們在解連續方向式的時候 有一個條件你們大概都忘掉了 在什麼條件下 我四個連續方向式 有四個位置可以把它解出來 必須四個連續方向式 都怎麼樣? 線性獨立的 對不對? 其實 我們底下要談的是 I 跟 F 的問題 我們最後不是得到這個式子嗎? 上一次同學問 左邊是 K 右邊有兩個變量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是 跟 Kappa 左邊沒有 Kappa 右邊有 Kappa 不過不會很奇怪 不要忘了 K跟 Kappa 什麼關係? 我把它寫下來 我們知道 K平方 K平方是不是等這 我們可以分成兩項 一項是這 那這一項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 K0平方 因為這是常數嘛 這已知對不對? V0是已知的 所以這一項是已知的 對不對? 所以這樣變成什麼呢? 那我們知道這等於什麼? 這等 還記得這一項等於什麼? 負的 Kappa 平方 還記不記得我們 Kappa 是這樣定義的 我把上面 我們把那個 Kappa 再寫下來 Kappa 是這樣定義的 是不是這樣 未能減掉怎麼樣? 未能減掉能量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1跟3的區 未能是等於0 是不是? 對 所以告訴我們說 Kappa 所以多少? Kappa 平方 等於負的 2m1 是不是? 所以 2m乘上1 然後除以H bar平方 是等於負的 Kappa 平方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這裡告訴我們說 Kappa 平方 Kappa Kappa 是等於K0平方 減掉K平方 所以Kappa跟K不是獨立的 對不對? Kappa跟K是有關的 比如說Kappa是K的函數 所以我們這邊只有幾個變量? 就只有K的變量 那我再把我剛剛講的那個 再重新講一次 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四個聯繫放公司 有四個變量 但我沒辦法解 因為怎麼樣? 因為這四個聯繫放公司 是有線性相關的 它不是線性獨立的 所以我沒辦法解 現在清楚嗎? 那這是典型的I跟V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要發現 因為這個方向式 我們這邊 這個方向式是K的函數 對不對? 是K的函數 那K的函數的話 我們知道 要這邊有解的話 要這邊整體有解的話 必須要K怎麼樣? 要滿足這個方向式 換句話說 K K就是E 因為K在這裡 對不起 對 K在這裡 我們知道 K是等於 K等於這邊 K是等於 K是等於兩個 兩項加起來 等於這個對不對 K不再怎麼樣 不再是連續的 那我們知道 K跟E K跟E成什麼關係? 就成這 在這裡 這真是已知的 對不對? 所以K跟E是一樣 是特定的 所以 K跟E不再是連續的 對 那必須要滿足這個方向式 那必須要滿足這個方向式 滿足這個方向式 也就是K必須什麼? B是這個方向式的什麼? 這個方向式的解 聽清楚嗎? 那既然是這個方向式的解 就不再是連續的 所以這個情形跟 這個情形跟我們上次解 那個E E在上面的情形完全不一樣 這樣清楚嗎? 那下一步我們就是要解這個問題了 就是要把他的解 把他的解解出來 也就是說這個方向式的根 那我們底下我們做一些 做一些變量的變化 我們先把 這邊是tangent的兩倍角 那我們用兩倍角公式 你們數學所冊都可以查得到 我再寫在這邊 tangent 我把右邊抄過來 這邊對不對? 然後等這個 那這是用兩倍角公式 用兩倍角公式 我們得到這個 這個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我們可以改寫成這個形式 這一步到這一步 就我們底下分子分母都除上一個k平方 你都得到這 把這個分子跟分母都除上一個k平方 你就得到這 這個是除以k平方 這是除以k平方 是k平方 你們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寫成這兩個? 等一下我們就知道 我們先看上面這個 我們先看上面這個 我們先看第一個 就是說這等於這個 你們比較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你們會得到什麼樣的結論? 你會得到什麼結論? 會得到tangent 對tangent 等於多少? 蛤? 就等於這個量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 所以那k平方除以k嘛 就這個 是不是? 就是 你很容易看出來的 ok 然後我們再把kappa帶進去 kappa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 是不是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可以做那個 那個變量的轉換 我們讓y等於kA 好 我們讓y等k 對不對? 那 這邊是y 這邊就變成y嘛 然後上面都怎麼樣? 上下都乘上什麼? 上下都乘上一個a 對不對? 所以這就等於是 我們就最後得到這個式子 好 好 好 那我們如果 在這 我們解y嘛 解y對不對? 解y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解y的話 這a是已知的嘛 我們解到y的話 就可以得到什麼? 可以得到k 對不對? 那得到k的話 就得到什麼? 得到1 像看到沒有 我們從這個式子 可以解出y出來 就是它的根 解出y出來 y得到以後 得到k k得到以後 得到1 這是我們解問題的步驟 那怎麼樣去解這個問題呢? 你們書上有個圖 我們可以用圖來做也可以 那你如果不用土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你們 你們學過 用什麼方法可以解那個 一個方式的根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我們定量定一個方式 然後求怎麼樣? 我們求它的根 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做 求一個方式的根? 有沒有學過? 有沒有學過? 蛤? 怎麼樣求一個方式的根? 你們可以用流動法解 這很快的 用流動法解很快 小不小 學過沒有? 流動法學過沒有? 你們都沒有講話 所以我不小 學過沒有呢? 流動法 對 利用那個斜律 利用根 例如說 我舉個例 如果這邊有個函數的話 對不對 對不起 應該有根 我這樣一個函數 對不對 我要找這個根 這根 根就是等於0 對不對 我要找等於0 等於0 我要怎麼找 例如說 我可以先算 我隨便取一點 我取這一點 我取這一點 我先拆 我先拆這一點 拆根在這裡 然後我算 這裡是什麼? 這是y 這是ye 對不對 這是我自己找的 自己找的 是的 然後我算這一點 fye 對不對 然後我再算它學律 學律交在這一點 我畫的不是很好 不過大概知道 學律交在這一點 所以我得到這下一個根 下一個根 我再找下來 我再找這一點 y2 y2我再算這一點 對不對 然後我再用這學律 這學律會教到哪一點 學律會教到這一點 這是y3 y3 之後我講的步驟沒有 這是y3 y3再算這一點 y3再算這一點 這一點然後再下一步會到哪去了 從學律可以到哪去了 到這裡來 越來越接近怎麼樣 越來越接近這一點 這方法 這方法蠻快的 這方法蠻好用的 尤其 其實這用電算機就可以算了 這方法用電算機就可以算了 那 越來越 你這樣試好幾次以後 越來越 越來越接近 接近怎麼樣 接近更這一點 就利用學律 這樣會有沒有 利用學律 這叫牛頓法 那 事本上 你也可以用 事本上是用什麼 用圖 用圖來解 那我們圖來解的話 就說這個要等於他 那 我們這樣 我這個把它擦掉了 我們叫tangent 是什麼樣的函數 tangent 是這個 對不對 那再過來 這是tangent的函數 對不對 這左邊 是這邊 然後這個函數 這函數是什麼樣的函數 就這部分 這邊是什麼樣的函數 我們看 y等於0的時候是多少 父母是0 所以多少 是無限大 對 那什麼時候會變成0 右邊什麼時候會變成0 y等於0 y等於0 0 開根號的時候 對 所以我們這樣做 那我們很 所以 這是無限大 假設 這一點 y等於0 y等於0 對 假設這一點是y等於0 所以這一點是 所以從負無限大 是這樣的函數 我大概畫 我根據這個函數大概畫一下 這上面是開根號 然後在這裡是0 然後等於0的時候是無限大 那這告訴我們說解有 像我畫這個例子的話解有幾個 根的話必須是這個跟這個要怎麼樣 相等的時候 相等也就是它怎麼樣 這兩條線的什麼 的焦點 所以這邊有一個解 這邊有一個解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解 我把它寫成y1 這個解呢 我把它寫成y2 這樣分了嗎 這邊 這邊就沒有了 就到這裡 我們不要忘了 上面是開根號 開根號這邊永遠是正的 這邊永遠是正的 對不對 假設在正方向的話 y也是正的 所以右邊 到底以後就怎麼樣 就最後的值了 所以我們這邊有兩個解 一個是y1 一個y1 所以就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有兩個i跟value i跟value 我把它寫在這裡 y1跟y2 對不對 對 就在這裡有兩個解 y1跟y2 只有兩個而已 就我這個例子 如果 這個解 如果lambda開根號在這裡呢 變成有幾個解 就有三個解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條線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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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有三個解 所以有多少解 有多少 eigenvalue 所以決定你什麼因素 對 決定你lambda 那lambda是什麼 lambda是k0跟k 這樣知道 所以決定你怎麼樣 a是大小 k0是什麼 k0跟什麼有關係 k0在這裡 k0是這個 所以跟什麼有關係 跟value0有關係 這樣清楚了嗎 v0越大的話 我們來看 v0越大的話 什麼越大 v0越大的話 k0越大 k0越大的話 lambda就怎麼樣 lambda就越大 lambda越大的話 跟tangent的線 跟tangent這條線 它的線的數目的焦點 就越怎麼樣 就越多 也就是說 i跟value就怎麼樣 就越多 這樣知道意思了 那從y1跟y2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 就得到這 就得到k1 我們就得到k1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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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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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k1 k1 k2 k1 得到能量,這樣會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一萬,我們就得到兩個能量的i跟V,這樣會了沒有? 知道我們的步驟了 可能有點亂,我再重新把這講一次 我們先解這個方式的根,也就是說這些焦點 也就是這兩條線的焦點 我們得到Y1跟Y2,我們得到K1、K2 K1、K2就得到怎麼樣?得到E1、E2,這樣會了嗎? 這是第一組解的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我們剛剛用這個 這樣清楚了沒有? 我們看另外一個 我們跟這個比小 跟這個式子比小 應該很容易看出來,看你等多少? 等這個 好,這樣會了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 好,就是 不要不要忘了這邊有個符號 所以這邊有個符號 這樣會了嗎? 好 那這個我們又可以得到怎麼樣? 得到一組解 然後這個是等於 那我們可以把它 我們可以倒過來 這個可以變成什麼樣? 變成content 因為這會牽涉到父母等無限大 所以我們變成content 好 然後你解這個 解這個根 你又得到怎麼樣? 得到另一組解 所以我們有兩組解 第一組解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第一種情形 這是第二種情形 那這個你們書上都有了 這書上是 這是你們書上的第五十六四的 五十六那個公司的 所以你們要記住 我們這系統 我們這系統要有兩組解 兩組解都存在的 所以愛跟未流怎麼樣? 所以你要得到能量愛跟未流兩個都要做 一跟二都要做 才能得到所有愛跟未流 這樣清楚嗎? 那到這裡 到這裡我只告訴你說能量怎麼解 得到愛跟未流 我們已經得到愛跟未流 但以前我們在講 我們在解問題的時候 我們愛跟未流解出來 還要知道什麼? 還要知道愛跟方形 這樣好 所以 下一步我們把愛跟方形把它找出來 這一部分你們書上就沒有寫了 那我們看怎麼樣得到愛跟方形 結果每個愛跟未流對一個愛跟方形 我再把雲心那個 邊際條件我們得到那個係數 對不對? 那我們不是得到那個這四個係數有個同性 那我把測定關係嗎? 還繼續的 我把那個再抄下來 就是我們帶邊際條件 我們帶邊際條件不是得到這四個係數嗎? 我這邊抄過了 然後我們現在 那就我左邊這個例子 就左邊這個例子對不對? 我們有兩個解 一個是 y1 y2 對不對? 從y1 y2 我們得到怎麼樣? k1 k2 對不對? 同時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 得到k1 k2 是不是? 我們從這兩個 我們可以得到這一量 是不是? 所以這時候k 這邊的k 跟k2 就不再怎麼樣 就只有這兩種而已 那我們如果選擇y1的話 我們如果選擇k1 k1 k1 我們得到什麼解? 這是對應y1 我們是y1 然後得到k1 k1 k1 還有y1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告訴我們 破函數要是什麼樣子? 這時候告訴我們破函數是什麼? 等於A 等於A 我先把A1 A1 是根據這個來的 這邊 A1 然後怎麼樣? E的 照誰? k1 k1 x 對不對? 我現在用掛符了 A1 x 小於A 然後 U1 等於什麼? 等於中間這個 C1 然後多少? I I K1 x 加上 D1 I K1 x 是不是這樣? OK 就從這裡 是不是? 那這四個係 A1 C1 D1 跟F1 怎麼得到呢? 就是這個解嘛 所以我就把它寫 所以這邊 A1 C1 D1 是這一組解 我就寫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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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OK 這邊有四個 這樣清楚沒有? OK 這邊有四個 但是我剛剛不是跟你講過嗎? 這邊是四個 雖然是四個聯繫方式 對不對? 這邊有四個聯繫方式 這個你們自己抄下去就好了 就這四個式 1 2 3 4 對不對? 你把這邊的 把這邊的 A1 C1 D1 F1 會了嗎? 我就不用抄了 你們知道我講的意思 我就不用抄了 所以這邊有四個 這邊有四個聯繫方式 但我剛剛不是講過嗎? 雖然有四個聯繫方式 有四個位置數 能不能解出來 不能解出來 不能解出來 因為它是線性相關的 就說 這四個聯繫方式 不是線性獨立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解 但你可以解怎麼樣? 要加上什麼條件 才可以把它解出來 我先讓你猜好了 我先有四個聯繫方式 四個位置數 但是它是線性相關的 但是它是線性相關的 所以沒辦法解 但其實這四個中間有三個是獨立的 這四個聯繫方式 它不是線性獨立 但其中有三個是線性獨立的 所以你可以解釋什麼? 你可以把C1 對不起 這邊還有E C1 D1 F1 可以解成A1的函數 那最後A1還未定 A1怎麼定出來? 我們以前講過 但你們沒辦法聯想過來 就是說這四個 A1 C1 D1 F1 你可以把其他三個解成怎樣? 解成其中一個另外一個 你可以把那個C1 D1跟F1 解成A1的函數 那最後A1還沒定 A1怎麼定出來? 加上什麼條件 你就可以把 就把所有四個C1都解出來 加上歸一化 我們前面解這個問題 我們能量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歸一 我們講過了 因為它延伸到無限遠 我們沒辦法歸一 但這個時候怎麼樣? 這時候破完室限制在哪裡? 限制在這附近而已 因為這兩邊都怎麼樣? 這裡跟這裡都怎麼樣? 都只是函數下降的 所以很快都怎麼樣? 很快就降成0了 所以對這個例子來說 破完室限制在怎麼樣? 限制在這個區域裡頭 它沒有到無限大 那在這種形態 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歸一了 這樣清楚沒有? 而且必須要歸一 知道我講的差別沒有? 所以這四個連領方式加上歸一化 就可以把這四個技術怎麼樣? 把它解出來 解出來以後呢 這破完室就怎麼樣? 就確定了 因為這是多以致的嘛 所以這所有怎麼樣? 在裡面沒有其他位置數? 沒有了 想不想講一次?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把怎麼樣? 把 eigenvalue 它所對應的 eigenfunction 都怎麼樣? 都把它解出來 這樣會了嗎? OK 我再重新講那個順序 我再講一次 第一個 我們從這邊 我們從這個土 或者是用牛頓法 你從這個土 或者用牛頓法 把這個根解出來 我們解出 Y1跟Y2的根 對不對? Y1跟Y2的根 你就可以算怎麼樣? 除以A的話 就得到K1K2 K1K2 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得到K1 K1K1 K1K2 然後得到以後呢 就解這四個連領 解這四個連領方式 加上歸一化 就可以把怎麼樣? 把A1 把這系數 把這 這四個系數 把它定出來 這系數定出來以後 這些都知道了嘛 所以破環式是怎麼樣? 破環式是怎麼樣? 就決定了 有沒有問題? OK 所以不用 我這邊是寫Y1 Y2一樣 Y2 你用相同步驟 也可以得到Y2的破環數 或者E1 就是E1 E1跟E2 這兩個破環數 你就可以得到 我這樣講 親密聽說 OK 不要忘了 這只有一組解而已 另外還哪一組解? 對 另外那個 我不會分成兩組嗎? 另外那一組 也用相同的方法 你用相同的方法 也可以怎麼樣? 把破環數全部找出來 所以我們 I跟Value 跟破環數 我們都做確定了 那解這些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了 我們看 E小為0的區域 E小為0區域 我們就這個例子 它只有兩個解而已 只有兩個I跟Value 而且怎麼樣 我們很清楚知道它不連續 因為它是怎麼樣 它是這兩個根 是不連續 那上面呢 我們上次解那個E 能量在上面的話呢 就怎麼樣? 就平衡是連續的 K就沒有怎麼樣 沒有特定值 所有K都可以 這樣清楚嗎? 所以對這系統來說 我們就有怎麼樣? 有連續的破環 有連續的跟怎麼樣? 跟不連續的 那我們前面最先講 無限的未能頸 那個問題只有怎麼樣? 對 只有不連續的 然後再過來呢 再過來我們講 上面階梯那個 就我們這一張 剛剛講的JT那個 是怎麼樣? S都是連續的 因為它沒有 它破環是延伸到無限遠了 這些應該都能夠分辨了 其實我把那個 其實我這邊 我已經解出來 我把那個結果 把那個解告訴你們 好了 我把它抄下來告訴你們 這是我幫你們解出來的結果 你們可以把它抄下來 然後這C1 C1就從歸一化得到的 你做積分 你就今天可以把C1 我這邊已經幫你們解出來了 這樣會有沒有 那這邊是第一個 第一個解是K1的解 你把這個換成K2的話 就得到怎麼樣? 得到第二個Igon function 這是第一個Igon function 你把K1 C1換成2的話 就變成第二個Igon function 這樣會有沒有 可以吧 ok 好 ears B1 $1 B1